Hello 歡迎大家來到 Hello 日記 今天來到一個冰室系列 我今天來到荃灣這個金記冰室 聽說這個冰室是由1967年 在沙基灣成立的歷史好悠久 荃灣這個就是分店 我試試看有什麼好食和大家分享 它的裝修都是走一些新派的懷舊風 都有少量的打卡位 一上樓梯就看到它以前小檔的裝飾 它有這麼長的歷史 當然要曬陳皮 它在牆上連了昔日的報紙 它曾經在2012年結業 之後在2013年再重開 它座位與座位之間 都有很大的空間 很寬闊 來到茶餐廳或冰室 通常都是吃褪飯 雖然吃褪飯 但我們也有要求 我們只是分享一下 但也要看看是否好吃 我先點了他們的下午茶餐 包括金排牛河 第二就是咖喱牛腩飯 即是這些兩個是最經常的褪飯 褪飯 另外第三 通常去到茶餐廳 都是點點的菠蘿油 還有它這裏出名的冰鎮奶茶 我們先點點 試一試它 這碟牛河炒得很棒 因為它又很有火候 它條條的顏色 都有色水 都很上色 而且牛肉就不是梳打牛 有咬口的 牛肉不會說 一咬下去 一些很滑 因為我很怕那些 吃起來好像很滑 但沒有牛味 梳打牛 這隻不是 還有肉味 明顯是新鮮的 這個很高分 這個冰鎮奶茶很好喝 而且很濃、很滑 茶味很足夠 這隻我覺得 即是這個 加五元其實都很便宜 冰鎮奶茶很有水準 咖喱牛腩飯 那個咖喱汁很好吃 它又不算很辣 但是很香 椰汁味 看你喜不喜歡吃椰汁 馬來亞那隻 那它這隻 就很不錯 我覺得牛腩 就不是去到很軟 但也不是很硬 是剛剛好 但我可以的 那隻 菠蘿油最重要是夠熱 第一 第二 就是夠脆 第三 包要夠清遠 剛才剛才來到 是怎樣 越辣的 不錯 因為自己有餅房 所以可以新鮮辣出來 加上牛油 融融的 非常棒 因為我去過有些地方 它是從果貨回來 那些包很難吃 但這個 不如說 這個是我吃過 這麼多 數一數以正 總結 我覺得第一 食物是有水準的 第二 服務都可以 你茶餐廳 我覺得服務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去茶餐廳 都是煮的 食物質素是第一 基本上 我給了8.5分 因為它的食物 真的不錯 剛才我 有鍋氣 第二 咖喱飯 的咖喱 挺美味 和味道挺濃 奶茶也很有水準 菠蘿包 菠蘿油 夠熱 夠脆 夠好吃 我覺得不錯 這個 可以再翻撻 好 今次試吃 就來到這裡 下次有什麼好東西 再和大家試一下 就這樣 拜拜